No Way Burst 有三個在我前面 哪兩個未到 Nate 在俄羅斯 Ken 在種菜 他留在他自己在菜田裡 有魚佬 Wen Hanson 上來帶了Super Powers這首歌給我們 在疫情下每一個人都受影響 亦都呼籲大家盡量減少Gathering 但對一對樂隊來說 你們一定要Gather 一定要出來夾東西 請問在疫情下對你們的改變有多少 我們仍然是保持著一個星期一定要見一次 或者兩次 但每一個人都在樂隊裡面都戴口罩 當然啦 做足防禦草 然後我發覺戴口罩唱歌好像會窒息 回不了氣 越出來越辛苦 那你怎樣呢 怎樣令自己舒適一點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出到你空曠的地方 然後再進來 但對於彈東西方面應該沒有大影響 暫時沒有 好像沒有 好像彈得好 說笑點 定了 不是啊 沒有什麼事情想 我記得上一次訪問另一隊的朋友 他就說 因為減少其他工作 所以更專注在自己的創作 沒錯 我們最近都有好幾首新歌 還在選擇下一首做什麼 嘩 很踴躍 會不會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得到叱測的組合銀獎 所以都不敢怠慢 都是謝謝你們 那你們應得的 我想問一下 譬如得到這個獎之後 對於你們的鼓舞性當然有 亦都有沒有令到你們定下的方針有所不同 股舞一定是很大 但我就跟自己說一句話 拿完之後那幾天 我就說 我們以後的方向 我們不可以翻炒以前那樣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很容易會中了計 原來這首歌很好 那我就不如做多一些這些 原來可以做《至女途中的我》 一定要跟自己說 一定要避免一點的事情 一定要做一些全新的出來 再試多一些新的事情 那余佬和Hanson呢 其實一拿到獎那一刻 我就馬上告訴自己 取消了半年所有的優價 誰知道現在就是這樣 即是想著那種叫什麼 快馬駕鞭 但你猜不到 好厲害 現在要去啦 不可以 其實也是 你好像吵了一口氣 準備衝了 誰知道會被卡住 或者他根本就跑到不見了 人算不如天算 是吧 Hanson又怎麼想呢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因為其實我們合奏 我們認識了四五年 有一個這樣的獎 我覺得是一個強心針 也是開心的 可以令你繼續下去 因為教樂隊都不是很容易 現在可能很多show都取消 或者延期 大家在家的時間多了 你們在樂隊房的時間 也可以更集中 多一點派上台 到疫情沒事的時候 就像剛才娛樂所說 我們衝啊 就多儲一會 其實我也記得 你拿完獎後 也有說過那些說話 他就說這個獎對我來說 如果他不可以幫到我 令到我們的音樂去幫到更多的人 去分享更多acceptance 這件事 令到世界更美好一點 這個獎也不代表任何東西 他是這樣 我會覺得嘩 嘩 他真的在踢《Superpowers》這首歌 原來你們一組已經做了 一組已經踢了 究竟《Superpowers》是隱藏什麼力量 就是剛才娛樂所說的那種力量 沒錯 是拯救大家的 或者可以幫到大家的 這首歌其實在去年年尾的時候 本來是為一個動漫節而寫的 它是一個動漫的比賽 是亞洲地區 日本TBS電台搞的 就邀請亞洲不同的動畫師去參加這個比賽 我們就是很幸運地成為了 那一晚的opening performance 而是這個主題曲 亦都為他們寫了英文詞和日文詞 對 因為他想國際一點的事情 所以就去英文 而且一定要去日文的成果 對 我就好奇妙去問 原來你懂日文的 真的不懂 看得多 懂得多 懂得聽的 對的 那些Yamade 所以這首歌好像都保留了當日為動漫比賽而寫的某些歌詞 但當時還沒有廣東話的歌詞 當時還沒有 但我們寫完首歌已經覺得很喜歡很想自己用 他們都很好寫給我們 我們可以繼續做廣東話的詞 但寫完之後發覺阿瑜覺得 那個chorus很奇怪 不管怎樣寫都好 那個chorus唱下去都很奇蹟的 對 廣東話在那個 其實因為他小音 只有幾顆音 而且意思上很難寫得很漂亮 可能是自己功力不足 我沒有辦法 然後我們就 我提議跟朋友說 不如我們轉成本日文和英文的歌詞 即是保留一點點神髓 對 所以就變成三國語言的歌曲 但歌詞裏面就是 舊世不管身世 只需心態 強大過一切 不理語言也不用理膚色 沒錯 所以歌詞已經包了底 MV裏面都用了不同角色的小朋友 不同角色的小朋友 はい